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能不能这样 把货呢 先存在马刚公司的货厂里 仓储费你直接打给他 那不是您就得把钱 分给别人了吗 等于 这是你多心了 我们公司的货厂不够大 再说了 放在别人那儿我也不放心 那好 就按李总说的去做 那签合同 哥哥 这刚踏着几天又怎么了 盘没了 怎么没的 被人给砸了 还报警啊 保军也没有用 爱国根本就没看见谁砸的 找我也没有用 我都不是警察 哥 我听说嫂子跟罗建勋 开公司开得可好了 你让爱国也去帮帮忙 哥哥 我 我保证好好干 我不给嫂子添麻烦 又想去你嫂子那公司搅和是不是 不是 哥 这次我们一定好好干还不行吗 上次啊 这爱国载工地出了事 最后怎么着 我被扣了奖金 你嫂子也跟着倒了霉了 还想鼓起重演 上次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贪心 可一家人没有隔夜愁 哥 你就帮帮忙吧 嗯 这事我帮不了 你要是不帮忙 我就去找妈去 让妈跟你说 那干脆我跟妈说得了 说说你们俩干那些事 看着妈是骂你还是骂我 还去跟她找妈去呢 哥哥 哥 你就帮帮我们吧 我要求求 这事我帮不了 哥 哥 你就真这么绝情 那我就不认你这哥了 反正我也没有脸回乡下了 我死了算了我 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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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活了 快点吧 丽华 你下来 我不下来 我没脸活了 哥哥 哥哥 行了 我知道了 文艳 老文 哥 你来了 你 今天少做两个菜啊 你看我都给你买齐了 是不是合同签了 当然了 哎 都是低于市场价给的我 嗯 我觉得理性的人啊 还真不错 行了 我知道你 等哥挣了大钱 一定给你买件 最好的皮大衣怎么样 行了行了 从小到大 你给我买个什么好东西了 有 过来了 来来来 马哥 我跟你说了 今天咱俩得好好喝几杯 我给你介绍成一笔大生意 什么买卖 我今天跟丽莉 签完合同地说了 我说把所有我的货 放到马刚仓库里头 完了呢 我把仓储费 我直接打到你账号 丽莉 她公司没有仓库吗 仓库是有 我不是没让她往那儿放吗 得放到你那儿 钱不得咱们自己挣吗 你知道吗 马刚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跟李莉 整合得一块了 哥 我问你 那瓶货放在马刚的仓库里 到底谁的主意 我呀 你再说 不是 是我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我 我怎么有病 你这 不敢接我 她还埋怨我 你这 他没说你呢 他说我呢 好了好了 吃饭 咱一块吃饭 吃什么吃 我没心情做了 行了 又生气了 我先回去了 单位还有事呢 那你慢走哥 你 马刚 马刚 我问你 你在成建集团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辞职 是不是因为李莉 你瞎猜什么 我就纳闷了 怎么你到哪儿他到哪儿啊 明明是你先下海开公司的 怎么他突然辞职下海了 而且你们开的都是建材公司 那你现在 他不是房地产热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再问你 上次你跟我说 有一个人突然把你的存货都买走了 是不是他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不是我办的 是会计办的 你骗人 谁会那么傻呀 把那么一大笔存货给买走 除非他脑子有病了 你干吗呀 王漾 你为什么一提到他 就脾气那么大 怎么啦 我就是觉得我命特别不好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吃饭吧 马总 咱们这个月的利润 比上个月多了三分之一 好啊 好事 好好干 但要稳啊 一步一步来 上次我们就吃了 贪多脚乱的亏了 这次要脚踏实力 现在王八全在咱们货仓的建材 每个月光仓储费用这好几万 这笔钱轻轻松松就增加了 我们的流动资金了 你去 把那笔钱提出来 提出来 对 我有急用 马总 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这货品放在这儿付仓储费是应该的 再说了 咱们要的价钱也不高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 我让你提就提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咱们每个月收入有活钱 这抽转资金就会灵活许多 你快去提 提出来我有用 开支票 快去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美丽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呀 王八的仓储费我不能要 为什么 都是锦鞘建材 你可以直接运到工地 你这样等于把你的钱分给我 工地要放不了 我也没有仓库 就要放在工地出了什么事 我和王八都要负责任的 迪迪 我知道你想帮我 可是现在公司慢慢好转起来了 我相信我的能力 我可以把生意做好 拿着 好 不过你还是得帮我一个忙 我的仓库真的放不下 在你那儿再放一个月 没问题 谢谢 再见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他怎么又来找你了 生意上的事 那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都是做这行的 难免会有一些接触的 那我也跟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吧 干吗呀 让爱国在你公司找个位置吧 这事我挺为难的 公司有规定 而且是我制定的规定 熟人不能进公司 熟人里面 对呀 我是熟人吗 我是你丈夫 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你瞧不起我吗 现在医院马上提拔我为副院长 我论学历比你高 论业务比你强 论业务比你强 我论牺牲我也比你大 这不是一回事 我还告诉你 爱国这事啊 你还就得办 要不然各走各的路 你怎么在呢 干吗去 来 坐吧 不坐不坐不坐 李丽 我哪一点都不比你差 也不比那个时候人差 走 今天下班挺早 这么早就回来了 嫂子你回来了 嫂子回来了 嫂子回来了 你俩来了 我哥说你天天回来了吧 我俩过来帮忙送个晚上 马上就好 等会儿啊 对对 马马马马上就好 一会儿就开饭 那就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嫂子你看这小小宝也快上学了 然后这接接送的事 你就让丽华去去干去吧 她闲着也闲着 让她干点活 也能替你分担点 那也行 你的事啊你哥跟我说了 好 没问题的您来公司干吧 但只能干搬运工 搬运工好啊 我我听嫂子 嫂子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那个我我我我我做饭去了 马上开饭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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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 罗总 哎 李姐 有个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啊 什么事你说 我想把刘东的妹夫牛爱国 安排到公司来当搬运工 哦 哦 昨天就是因为这个事 刘大夫跟你吵架了 哎 你让她来吧 没事 谢谢 我会严格要求她的 只要她好好干 咱们也可以举贤不必新闻 是吧 谢谢 不许说是我亲戚 不许偷懒 不许跟人争待遇听见没 知道 嫂子 叫我什么 嫂子 该叫我什么 刚跟你说吧 李总 把安全帽戴着 小帽子 赵师傅 哎 李总 你好 在这吧 这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员工 叫牛爱国 以后就在你手下干活了 好了 好了 我去忙了啊 那 我 干啥 把这些钢管搬到前面去一点 这一回挺好啊 有个当老总的嫂子 给他们那活儿演不来 我管管换的车挺好 哎呀 这比扫网屋强多 比我哥 看得多多多省劲 你干嘛呢 这儿不能抽烟 帽子 公里不能戴帽子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我 靠立约工资 一会儿老帮我出来 不 你 你凭什么空空工资呀 马总 辉光公司要存在咱们货仓的 那批水泥到货了 让他们谢吗 谢 谢货 这次咱们的货仓 免费让他们用 真是太亏了点 人家就用一个月 用完就拉走了 去去去 谢货 知道了 李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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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承认我抽烟了 但是我及时采灭了 我也没造成什么后果 你想造成什么后果 你把工地全点了 你就踏实了是吗 那工地不是没着吗 你说你上了就 罚我一个月工资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就钱人钱啊 我没开除你算好的 工地是不允许吸烟的 你知道吗 嫂子 你也为我们两口子想想吧 我两口子出来打工不容易 你上了就罚我五百块钱 这个月工资罚定了 这是安全手册 你什么时候备完什么时候上岗 行行 我我我我认罚 认罚 但是我我只能 罚我一天的 我也算好了 一天只好是十七块钱 嫂子我还得工作 那好多活 你问爱国 你想不想干了 不想干你可以走人 我 必须备下来 来 回来了 今天中秋节 嫂子派人送完了月饼 说是单位分的 你的呢 没有 没你的 为什么呀 嫂子说我的月饼被扣了 嫂子怎么这样 还在乎一盒月饼 不但月饼被扣了 我公司还被扣了 你是不是又偿货了 我偿货了 没有 这回真没 是嫂子小提大做 我现在看那个月饼我就来起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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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能不能有点出息 出息啊 我 我吃了我呢 回到路上 我 我就想好了 我一定要做一件有出息的事情 给你看 行 我等着 吃吃吧 这是提货单 那个钱我扫到时给转过来 是 您问爱国 马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来提货 提什么货 你 你还不知道的吧 我现在就在我嫂子公司 李莉 那个辉煌公司干活啊 提那个卫生局盖医院那批货 对对对对 那王帕怎么不来 让你来啊 那 那就王经理最近比较忙 嗯 就让我来了 并且告诉我要提那个高标号的水泥 哦 小李 那给他提吧 好的 你怎么样 你腿好绿色了吧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没没没没 走路什么都好使吧 好好好 好好好使 你稳当点啊 哎 稳 稳 稳当 哎 活 活 活 就就就就就这前面拐 拐进去了 为什么要拐呢 没那么多为什么拐 拐 拐吧 好 词曲 字幕志愿 你怎么烂我把车停这来了 那有 我有个老仙 然后跟他说点事 那个 你去吃点饭 那你吃点啥 你就别管我了 喝 喝 去吧 不着心啊 吃点好的 老板 那个 你看我车 这些高标号的水泥 你都给我换成 你们这儿最便宜的水泥 我要那个差价 谢谢你进 现在高标水泥这么紧接 哪里弄来的 你别废话了 你 你可以验货吗 如果假的我全都拉走 如果真的你都给我全吞下 只赚不赔 我看一下 那个没法留我钱下了 赶紧 余总 余总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今天上午你给我运气的水泥 那都是假冒伪劣的 是最低标的水泥 不可能的 我派专人去马刚藏口 拉的高标水泥啊 工人们跟我说 那个水泥 是一点邻居力都没有 一沾水就跟一片散沙似的 这怎么行啊 马刚 我是李莉 今天你外国去你那儿 拉的水泥 是高标水泥吗 是啊 会不会有什么差错呢 钱快去亲自看着 照了水泥 怎么能出什么事了吗 你等我一下 我先就到你公司 这咋回事 是不是有人掉包了 先别这么想 我先回工地 叫他们停工吧 来 姐 你 李总 女外国把水泥换了 我拦着她打我 把我打成这样 换了 那个建筑是玻璃铁外里面 水泥差了失控的 出人命 是啊 这该死的女外国 她把我害惨了 这我得赶紧回工地 叫他们停工 你们赶紧抓住她啊 我出去走了 玻璃铁 到怎么了 给我点时间 让我来查清楚 是你们真相 先把她送医院吧 快 快 快 停工 快 停工 别干了 管队怎么了 我问你 这 激烈的水泥 灌了没有 灌了 咋的灌好了 快叫他们停工 别管了 停工 停工 快点 停工 停工 王军队怎么了 莉莉 这是牛爱国签字的票据 留着它 万一工地出了事故 可以证明你不知情 这个牛爱国 怎么干这种事呢 我这心一软 又给我捅这么大个篓子出来 好了 现在不说这个 现在我马上去换一车 高标号的水泥 我们运到现场去 王八已经在工地了 我们现在就去 走 都怨我 这事和你本来没关系 非要把货放在你的货场 把你给扯进来 像牛爱国那样的人 你就应该吸取上次的教训 不应该再把它弄到你们公司去 刘敦卫这事跟我吵了好多次了 莉莉 你跟我实话实说 结婚以后 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是真的吗 真的 可我从你的眼神中 觉得你过得并不幸福 过得真的挺好的 上次你生孩子的时候 我去看过你 我把给孩子买的东西 我把给孩子买的东西 放在你家门口 就走了 那东西是你买的 对 小心 怎么回事啊 你没事吧 你那妹妹 把最差的水泥弄工地打地鸡去了 自己卷包跑了 这里离开马刚想堵止 结果中间出车祸 王发更惨 气头心衰了都 不是 怎么又是女外科 惹在火呀 人呢 跑了 李爹 现在谁在里边做手术呢 马外科的大夫 说这个女外科怎么搞的 你为什么要把护包在马刚刚 护肠里 王烟 你现在说事 你高兴了是不是 王烟 王烟 你听我说 马刚在里边动手术呢 马刚叫你怎么样 应该不会 马刚应该不会有问题 马刚很危险 头部受伤严重 腿部骨折 王烟 你有个思想准备 卫丽 我是不是欠你的呀 我和马刚就过不了一天安稳的日子吗 我还是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院里被人说了 就是里边最好的大夫来会诊 至于最后结果什么样 就快马上自己造好办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情况不乐观 脑部里有淤血 最好的结果是断一条腿 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我们明天啊 等会给他进行看录手术 你最好还是进去看他 宜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妻子 我给你炖的鸡汤 喝一点煮煮绳子吧 找到爱国了吗 没有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 嫂子 我求你千万别去报案 我哥今天已经去借钱了 我自己也攒了一点私房钱 你先还给公司吧 李华这钱你拿回去吧 如果你真想救爱国的话 就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嫂子你放心 我一定能找到他 你的大安大德 我会永远记着的 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去找他吧 好 那我现在就去 鸡汤记得喝啊 我先走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答应过我不跟李莉接触的 你怎么总骗人了 你怎么总骗人了 人家李莉现在都嫁人了 你怎么还处处为她着想呢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你怎么从来都不顾忌我的感受呢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范冈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端 你要是有个什么事我可怎么办 你不能这么累移地把我给抛下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马刚要做开炉手术 我准备了点钱 来看看他 他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的他也不知道 如果你觉得心里有愧的话 你就离我们远点 王雅 对不起 你把我们家里都喊成这个样子 你还嫌不够吗 对不起 我告诉你李莉 要不是因为你马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不需要你的钱 也不需要你的关系 你走吧 拿走 你不需要你的关系 你没关系 我送你 你怎么会这样子 你贵不你 你不需要你的关系 你不需要你的关系 我怎么能够 你不需要你 我刚刚刚刚不需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宋 你好 我能单独在这待一会儿吗 好 有问题随时叫我就行 谢谢 马刚 明天你就要做开颅手术了 我怕你醒不过来 对不起 我对你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请你原谅我 我一直没告诉你 是因为害怕打扰你的生活 今天 今天我把她带来了 小宝是你的女儿 是你的 我让她叫你爸爸 你要听着 我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小宝 叫爸爸 我爸爸是穿白大褂的 不是他 他是你爸爸 他是你另外一个爸爸 快叫爸爸 小宝 妈求你了 你叫一声 你叫了他会听到的 也许他就能醒过来 也许他就能醒来 答应了妈妈的快叫 妈高 我想宣传 让我命连 她学乌 我父亲 在擺 陈桑 没有 没有 现在 又 bot 在一家 小红包 王爷 王爷 怎么样 这是手组的认输 你得签个字 刘东 你一定求求马刚 一定要把他救醒 我会信你一辈子的 王爷 医院请了最好的脑外科大夫 我们也申请 在手术区里待命了 我会把马刚还给你的 放心吧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在昏迷 如果一个星期之内恢复意识的话 它康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的 如果一个星期不恢复呢 就我转成植物人的危险 植物人 完全恢复需要多长时间 谁也不知道 方雅 别着急 我建议啊 这北京大月就看看 让人技术跟设计啊 都对咱们是先进 肯定有更好的办法 路冬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们告诉我 妈呀 你肯定有更好的 好好的 啊 好 小宝呢 在我妈呢 刘斗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 是马刚的事吧 我想把我爸留给咱们结婚的 那套房子给卖了 那是你爸留给你的遗产 你卖房子干吗 我想筹钱给王燕 让他带马刚到大城市把病看了 咱们两个人现在已经尽最大努力 帮助马刚了 他现在成为这个样 至于后果是什么 那是他自己的造化 咱们不能因为 为了救人 惊家荡产 连日子都不过了吧 刘斗 你不该这么想的 这件事情都是牛爱国引起的 是他让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他做错事了 咱们该负这个责任的 那你把房子卖了之后 你让丽华他们住哪儿 现在不是考虑他们住哪儿的问题 这件事情 公司是不可能拿钱的 如果让公司拿钱 那他们只会去追究 牛爱国的刑事责任 爱国是要坐牢的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呢 你这是雇大局啊 还是雇自己的私心呢 刘斗 其实你卖不卖房子 不用跟我商量 你也不用拿牛爱国来说事 马刚出车货不是因为你吗 刘斗 刘斗说 马刚要完全恢复 必须是骨科手术 和身经外科手术都很成功 所以现在 只能去北京了 刘斗已经联系了他所有的医学院的同学 北京的同学愿意帮忙联系医院 你准备一下 带马刚去北京吧 是吗 对 太好了 可是 医药费需要多少钱啊 手术费大概需要十二万 十二万 我到哪儿都这么多钱啊 现在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马刚下海以后 就没有公非医疗了 公司赚的这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如果跟我妈借点 再跟马颜借点 也就够个吃住行了 可是这笔医疗费 真的没着落 的 曼谀了 牛人 表达 号 台湾 你让一笔医疗了 这一笔医疗了 服昨天 帶走的色彩 不用溫暖 刻下的不只是一段心聲 回去的不過是一種信念 記憶平徒總是黑白 錯亂 千巧的評解 沒有答 就算能夠重來 就算趕到十年之前 命運還會熄來 你仍會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來 我永遠伸出我你的手 當在流言蜚語醒來 是不是藏牌 就算能夠重來 就算趕到十年之前 命運還會熄來 你仍會忍住不肯窗外 如果一切重來 我永遠伸進我的手 當在流言蜚語醒來 是不是藏牌 你仍會忍住不肯窗外